中国海警船两面包夹 压制前往仁爱礁的菲律宾海军船只 中国海警三号令6月15号生效后 中非首度在南海爆发冲突 中国海警拿斧头 呵斥菲律宾军方人员不要轻举妄动 在好几艘中国海警船团团包围下 有一名海警拿走菲律宾船只上的黑色袋子 甚至拿刀刺破橡皮艇 菲律宾武装部队释出画面宣称 中国海警没收了8支M4步枪及导航设备 还打伤7名士兵 害得其中一人右手拇指残废 相较于菲律宾军方公布影片 中国海警则是公布静态照片 反枪是菲律宾运捕船 蓄意碰撞中方正常航行船只 消息一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立即与菲律宾外长通话 表示中国海警在南海登船检查 会破坏区域和平稳定 台湾外交部也强调 台湾反对任何片面 以武力改变现状的企图行动 与军事胁迫作为 中共解放军南部战区 近期频频在南海进行实战演练 中飞为了维护经济海域 持续硬碰硬 双方都对可能引发的后续冲突 做好准备 TVB新闻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TVB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